好了 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早上宣布 全美在施打疫苗的时间表要提前的 比原先预定要提前两个星期 说是在4月19号之前 让全美国人的成年人都可以施打疫苗 先来听听看拜登的最新说法 而且G20要召开财长部长视讯会议 由意大利主办会中预料 讨论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的提案 因为叶伦昨天发表演说 表示全球经济交织造成30年来企业税率向下竞争 如果国际间可以一致合作的话 可以终结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华府正在推动G20 采纳全球性最低企业税制 创造公平的跨国企业税制的环境 阻止政府收入人在企业寻求 避税行为的时候遭到侵蚀 而国家竞争力呢 也可以免于被破坏 德国财长还有法国财长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IMF都表态支持 还说有意愿和叶伦合作 寄望今年内可以达成相关的协议 路透报导税务专家分析 在没有全球企业最低税负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美国企业税将比世界上许多其他经济体都要高 而美国抛出这个构想 其实可以让主要经济体开始针对税制协议展开磋商 为了反映美国经济前景迅速好转 IMF上修了今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期 从1月的时候预估的5.5%现在上调到6% 预料将创下40年来最大增幅 同时IMF也上修对明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期到4.4% IMF对于台湾则是预估成长4.7% 比去年10月的预估还要跳升1.5个百分点 而IMF表示这次上修预估值 主要因为好几万的民众正在接种新冠疫苗 预期将会带动许多国家的经济 在今年稍后呢都会有复苏的情况发生 同时尽管流动性的减少 可是各个经济体都还在适应这个新的工作方式 也使得各个地区的经济反弹比预期要来得好 主要经济体呢特别是美国的额外财政刺激政策呢 也可以进一步改善经济前景 再来看的是富比市公布今年全球富豪排行榜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连续第四年荣登榜首 排名第二的是马斯克 他甚至在前阵子呢曾经因为比特币有一波冲高行情 当了几个星期的世界首富 而贝佐斯的身价是1770亿美元 因为亚马逊的股价飙升 贝佐斯比去年又增加了640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财富成长最快的还是排名第二的马斯克 他的财富现在是1510亿美元 这一年就增加了1264亿美元 谁想得到马斯克去年其实也只有排到31名 那从31名到第二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705% 排名第三的是法国的阿诺特财富有1500亿美元 去年也才有760亿美元 暴增一倍的原因就是他手上有几个品牌 逊尼斯迪奥跟路易威登的股价都上涨了 现在排名第四的是老面孔比尔盖茨 微软创办人资产1240亿美元 虽然比尔盖茨淡出江湖一段时间了 可是他的身价呢还是在的哦 这几年比尔盖茨他比较在乎的是能源议题 那即使他的能源公司还没有为他赚钱 而且还在持续的研发当中 但是外界的预估说不定未来几年后 比尔盖茨又会重登高峰呢 排名第五的是脸书创办人祖克伯 他的身价是970亿美元 比去年增加了400多亿美元或许跟这个疫情有关系 因为过去一年当中呢 全球更常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保持联系 因此脸书股价已经上涨了80% 而今年最有钱的女性是谁呢 是她法国的化妆品莱雅继承人麦耶斯 但是她的财富是这个继承父亲的家产 不是白手起家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还是最多亿万富豪的国家 总共有724人 但是中国大陆正在缩小差距当中 有698人排名第二 这边要提得一下 现在大陆的富豪统计呢 是包含了71名香港富豪 还有一名澳门的富豪 尽管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 可是企业家们呢 还是迅速增加财富哦 今年全球亿万富豪 竟然总共有2755人上榜 比前一年暴增660人 他们的总身家现在是达到了13.1兆美元 比去年统计的8兆美元还要多很多 新近的富豪有493人 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增加最快速的地方 还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一共有210名的亿万富豪 美国呢则是增加了98人 如果比较哪一个城市最多亿万富豪 答案是北京 因为北京已经超过了纽约 可见中国大陆经济的潜力发展 印度富豪人数 虽然现在是排名第三 可是印度富豪 却是亚洲第一富 并且可以位列全球第10名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